宋先生家122平方 2016年3月 他和浙江城建联合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了装修合同 采用半包形式 费用是94,200块钱 16年底装修结束 那么房间给他空了大半年散散味道 对吧 然后住好了以后 到了18年 下半年的时候 墙壁上开始起皮 就是起泡 当时就这样吗 当时不这样 当时只有 当时就整个跟这里差不多 就稍微有一点点起皮 当时跟这个一样 差不多 稍微有一点点起皮 那么当时这么点起皮 我想想就算了 可能是天长 到时候因为乳胶器 它到时候会退回去的 然后到了19年 下半年的时候 就比较严重都裂开了 都一条一条都有裂纹了 那么我后来叫他们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姓于 宋先生提供了部分聊天记录 2020年5月 他提供了墙壁渗水照片 于经理回复 这么严重呀 去年1月 于经理回复 我安排来看一下 去年3月 宋先生再次要求 对方来看看 于经理回复 又有点忘了 后天安排一下 连续三次我叫了他 他三次都没来 然后后来损失就越来越大了 浙江城建联合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在杭州奉起路上 于经理不在 我跟你结算 你们也没回复给我呀 我总是以为是你们 你们也当着 没什么事情一样了 那毕竟中加减少了 对不对 那大家核对一下 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我发给你的单子 你也没理我呀 合同上多少钱 我先付多少钱 至于后面的 不应该是你 比方说你 或者你私下来跟我说 你应该是通过 公司层面来跟我说 比方说我有多少钱 没结清或者怎么样 现在宋先生家卫生间 干区的三面墙壁 都有不同程度的渗水 他认为是干区防水 没做好导致的 就淋浴区里面 是没有水出来的 就是我们把里面水灌满 跟他们当时 做防水测试一样 放了三四天 就保持水是满的 就是一直都没有渗出来 然后外面我没有办法试 因为再试的话 这个损失又扩大了 那到时就麻烦了 会不会是管道之类的 管子我们走水 都是走上面 卫生间的水源 肯定是零房最多 是不是 那你现在你说 麻烦又是正常用的 抬盘又是正常用的 找不出原因的 在哪里漏水的情况下 你现在没有水呀 要我们怎么输的零青呢 宋先生说 到了今年三月初 装修公司才上门检查 三月十一号 于经理提出了一套维修方案 需要施工七天 费用由装修公司承担 他不信任对方 找了另外一家装修公司 对方给出的装修报价 是四万四千块钱 另外还有维修期间 租金补偿等费用 一万两千块钱 他希望浙江城建林和装士 承担这两笔钱 实际上不存在漏水的 那敲敲去干嘛呢 那里面给堵的 帮他堵一下呀 比如说林坊里面 有缝隙的地方 都帮他先帮他舔掉 那不漏水你去 那那个地面防水层 不是要重新做吗 防水层又没漏到 棱架下面去 那现在又不剩了 那我们只能帮他 里面先给堵的 缝隙先堵掉 这个东西情况下 不存在为什么 第三方来说 我们公司完全可以去 来收的嘛 对不对 那还给他换 要换新吗 这些车的 不是啊 车平时要打掉的 肯定要换过的 必须要换的 根本就是他原来买这个车 我们也说的 买这个车原来 同这个价位 我们去买 所以我也发过他 就他发过来 我们去批车 额外他还有一个补偿款 补偿款我们就在谈的 这个也谈的 这个也谈的 我说我一个卫生间 我去说半个月 肯定去我玩的 都去玩的 他补偿如果说 他说两万 我们也领了 他跟我们大家要合说呢 陈经理表示 第二天安排项目经理到场 三个人进一步协商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让我们必须有一点 我们是最低脑的 说明了 那你rud点 你都会买不是